到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风云动静中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谷子 昨天大盘大跌了400点 整个市场很悲观 而今天早盘的时候 大盘在大跌了300多点 大家又很恐慌 而到了尾盘收上去 反而翻红之后 大家又变得很乐观 那请问你不就在悲观的时候 卖股票 在乐观的时候买股票 那不就是追高跟杀低 昨天当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我跟你讲不用怕 整体大方向架构就没有改变 美国世代央行还在放钱出来 并且年底拜登要选举 那整体从零零种种的 所有的状况过来看 包括了各国股票市场的架构 完全没有被改变 那跌不就是一个进场的机会点 各位在跌的时候 在悲观的时候 你要找到一个懂得乐观的人 在乐观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这里面的风险在哪里 你唯有找到一个对的人来帮你 你才能够把过往那种追高跟杀低的习性给改变掉 而当你现在开始不一样了 你未来的结果当然就会不一样 今天大盘盘中大跌的310 尾盘拉上去最后一盘还给你放量 冲上去收到了今天最高点 中场上涨了62点 来到了22,875点 量能的部分4,648亿 早盘的时候涨就涨到一两百家 跌给你跌个七八百家 现在整个不一样了 涨涨了503家 跌跌了417家 那特别是像台积电这些重要的股票 台湾的领头羊 开低给你翻红 红海的部分一样开低 反而是怎么样 还创了昨天的最高点 昨天的黑黑棒整根把它吃掉 那包括了我一直跟你讲的广大的部分 早盘再来去测一下低点 尾盘又给你拉了起来 反而今天还给你收红 所以你要能够知道说 当大盘在悲观的时候 你要不要卖股票 你能够知道那大盘的震荡 对你来讲就是个机会 每一天的盘面 他都会很热情的跑来问你说 朋友啊 你今天要买股票 或者是要卖股票啊 每天都问你 每天都问你 他用不同的大盘的架构 不同大盘的氛围来问你 但是他每天问你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你要不要买股票 你要不要卖股票 问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大盘 问题都是一样的 所以借由不同的大盘 你应该要知道说 那都是赚钱的机会啊 拉回如果你知道要买 你不就可以捡便宜 冲高你如果知道要卖 你不就能够卖得很漂亮 那如果你是可能冲高 市场氛围很愉悦的时候 你在买股票 杀低今天早盘的时候 大跌了300多点 你觉得很悲观 你在卖股票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需要我的帮忙 昨天的大盘 我跟你说什么 从融资的角度来看 各位这一波都还有空间啊 你说这一波的上涨 跟这一波的上涨 长得非常的像 但是你从内容来看 这一波的上涨 从融资的角度来看 增加了超过2000亿啊 而这一波的上涨 融资也不过增加了1600亿 所以还比前一波的上涨 还少了400亿 所以从筹码面来看 这一波比之前 涨到18000的时候 还要来得更干净 那再从 那你说鬼骨子啊 虽然这边的筹码 比之前要来得更干净 但是从总额的部分来看 也来到了3100亿啊 那是不是已经标得太高了 比之前的总额 还要来得更高 我说历史会说话 你从月K的角度来看 民国96年的时候 在遥远遥远的古代啊 来把它拉近一点 这时候的融资呢 各位4144亿 比现在的3000亿 来得高上许多 至少都多了1000亿 对吧 来看整个图 那现在也不过在这里 你觉得乱吗 我觉得不乱 我觉得网上还有1000亿的空间 可以去期待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整体市场的动能 就还是很足够 那既然市场的动能 还是很足够 甚至于你去看现在 现在跟民国96年的差别在哪 现在有美国的联准会啊 有日本央行啊 有大陆不断的联合起来放钱 到这个市场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的市场的浮动筹码 远比民国96年的时候来得更充裕 对吧 但是在市场里面的融资 却比当时少了1000亿 那你说现在的筹码稳不稳定 稳定多了吧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现在不管是房地产 还是股票市场 明明都该回了 但是都没有回 原因在哪里 筹码是对的 那既然筹码是对的 拉回 你就找机会 你不敢买的 我鬼骨子给你相关的信心 代理来买 好 那像今天一个蛮特别的 今天涨最多的一个类股是谁 跟能源相关的 所以从重电的部分来看 各位七八九月还没到 这是台湾在用电的部分 最旺的季节 七八九月都还没有到 所以你说未来会不会再涨价 我觉得机会非常的高 1503的市电 从相对低档跟你预告 未来他还有的完 然后从低档一路的涨上来 各位我在跟你分享 这些股票都是还没有涨的时候 还没有涨先跟你讲 那才是扎扎实实的功夫 低档跟你讲 一路涨上来 今天又先下沙 早盘他杀了就不中 尾盘又拉起来 除了市电之外 你去看一下 包括了像是中兴电 也维持的不错 一五一四的亚历的部分 也已经涨一段 各位你能够买在低档 现在即便在这里震荡 你也没怕嘛 因为你的成本跟获利的部分 早就被拉开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我 不加入鬼股门买在这个地方呢 我在跟你讲这档个股的时候 我在跟你讲重电的时候 包括我在卖重电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一样 是而整个市场都在夯重电 我却在卖 到了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整个市场没人在聊重电的时候 反而我鬼股子又来了 我又跟你讲他的机会来了 我都做跟人家不一样的 但你从结果论来看 我是不是都是对的 那你就跟着一个对的人 来做股票不就赢了 低档卖 今天呢 是不是又冲上去了 对的股票他会自己照顾自己嘛 特别是你买在对的价格 这边在震荡 跟你无关嘛 有关的是谁 这边冲高了爆大量 赶快去追哦 市场又来问你 你要不要买嘛 你终于在这边不敢买 不敢买不敢买 冲高之后觉得要买了嘛 这边回来你就会觉得 怎么又针对了我呢 其实他没有针对你 是因为你买的价格不对嘛 包括了像是1519 滑成的部分 他涨得更凶 差一点就要过前高了 这不都是因为这些股票 未来还有的玩吗 所以很多的股票 我呢是做过一趟之后再一趟 该卖的时候我绝不留恋 我在卖完之后 即便他再冲高 我也不会说我又有了 包括了像是之前散热的 散热我卖了就卖了 之后他冲高了 我就给人家玩啊 机器人 我的罗生门 我的所罗门 我都是卖了就卖了嘛 之后他冲高 我也给别人玩嘛 我就赚到最好赚的那一段 就可以了 重点我也是一样 4月22号的时候 大家都很兴奋 重点很好 重点很棒 因为重点涨了186个百分点 人人都说棒 但是你要在一档个股 涨了168个百分点之后 才要去买它吗 不对吧 不对吧 你何不回过头来看 鬼股指啊 你买在低档 这样子就实物上的操作 来看的话 才是真的能够赚到钱 各位节目有分很多种 一种是给你播报新闻 今天涨了什么股票 一种是怎么样 给你讲一些天方夜谈 你在今天涨之后 你应该在一个月前去买它 这种人类办不到的事情 也少看 一种是像我这种的 事前预告 还没有涨的时候 就跟你讲它会涨 然后它涨了 我们完全预告 完全赚到 所以各位 你有需要帮忙的 千万不要再一个人 单打独斗 那么累 没必要 没必要 这世界上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 神啊 创造了我们人类 在这个世界上 是给你来体验 跟成长用的 所以它有不同的人种 不同的专业度 你不需要一个人 做所有的事情 你不会盖房子吧 你不会坐这个汽车吧 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 可以啊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专业 给做好 其余生活的部分 摆公施违背啊 是吧 我们就交给专业的来 不就好了 你要懂得运用 这神在世界上 给你的工具啊 你要能够运用 你的格局 就能够放大 所以在股票的部分 请你交给我 请你让我来帮助你 你好好的 在你的专业的领域 去深耕 去发扬光大 股票跟投资的部分 交给我鬼骨子就好了 好 除此之外 在中店的部分 还有一档隐藏版 2371的大同 近期的大盘 特别是这两天 回档了 很多的股票 还在低档 甚至有拉回了 它就是一个机会点哦 各位拉回之后 会有很多的好股票 准备要出来的 像是2371大同的部分 那在这个面板级的 散出型的封装的部分 3580的有微颗 澡盘又喷出了 但是它尾盘 稍微拉了下来 尾盘的有微颗 没有好看 射到这样 并且量能也没有说 所以这档个股呢 准备要开始减码了 各位 我讲在前面 准备要开始卖了 那3481群创的部分呢 群创今天一根长黑棒 有够丑的 有够买的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各位冲高我已经减码了 拉回我还有另一半 我还没有卖 因为这个跳空缺口 没有补掉嘛 那今天因为有一些 很奇怪的新闻出来 之前说它打入了 台积电的供应链 说它有面板级的 散出型的封装 圆的变方的嘛 各位都还记得吧 突然之间 本来放消息出来 现在又放说 它吃的不够重 然后今天被打了下来 各位这都很好玩 我认为这个相关的内容呢 是因为控板者 他吃的还不够多 但是股价已经被炒上去了 所以他势必要把它打下来 再往上飙 之前的 这档个股都还记得吧 3034的联勇 你看哦 在冲高之后 它干嘛 这里有个跳空缺口 因为有人在放 利空的讯息出来嘛 放了利空 说它财报不好 然后呢 回个几天飙高 回个几天又飙高 它是底底高哦 各位这档个股 它正在走的一个架构 叫做底底高哦 整体架构 反而在最右肩的这个地方 准备要向上去做突破了 那这个行为不就跟群创一样 所以需要卖吗 我认为是不需要 我认为是不需要 你比较需要的地方在哪里 各位我们来看这个相关的内容 美国的全国人民的储蓄率的部分 从2014年到2024年 这个是新冠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出门嘛 所以呢 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花钱啊 出门连这个油 这个运输费 跟油的费用都不需要 所以怎么样 美国人民很难得可以看到 他存了那么多钱 然而在近期的时候呢 他把它花光光了 他把原本在新冠时候 所存到的钱全部花光了 甚至于还创了近几年来的新低 那这个会有什么状况 他只是没存钱而已 过往他们本来就没存钱啊 还有什么更糟的状况吗 各位油啊 美国信用卡的这个部分 拖欠的比率 也就是严重拖欠的部分 就他还不出钱了 两个月三个月都还没还钱了 他已经创了2012年以来的新高 如果你有钱 你不会去 你不会去欠信用卡的钱 你就是没钱 美国有一部分人 他就没钱了嘛 他没钱 所以他才会去使用信用卡的借款嘛 他已经没钱了 现在又还不出钱 比率已经创下了2012年 大概12年以来的新高了 那这是不是一个状况 是啊 包括了美国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都维持在相对高档 啊美人主义会不是说要降息吗 如果要降息的话 公债殖利率怎么不破底 应该要向下破吧 因为未来是走降息的路吧 但是没有哦 公债殖利率跟我们讲的是什么 维持在高档 所以从殖利率的角度来看 从美国公债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为美国不太会降息 至少今年降的会不痛不痒 甚至于明年又要开始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现在大盘这两天 其实它震荡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你该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风险跟利润到底在哪里 股票市场又来问你呢嘛 你要不要买股票 你要不要卖股票嘛 每天都来问 连盘后鬼股子都还在问你 很烦 很烦 但是这就是赚钱的机会 你要能够看得懂 里面的获利 价差就是属于你的 但是要赚钱之前 你要先把自己手边的持股 给准备好 各位 近期我知道有非常多人 股票一大堆 我欢迎你加入鬼股门 只不要一个人单打独斗 如果你的股票非常的多了 请你加入鬼股门 让我鬼股子来帮你持股诊断 不对的股票你一定要卖 各位很多的股票 现在在相对高档 在爆量了 你一定要卖 因为这两天你看得很清楚 它会回得很快 舍不得卖的 我让你以落换墙 我这边有新的股票要给你 新的股票是谁 我不跟你说 因为我要让我的家族成员先动作 我要让你把不对的股票 我认为有可能会崩落我的股票 各位现在才刚开始 在未来的时候 下半年会涨的 跟上半年肯定不一样 很多涨很多的股票 它开始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向下回落 它会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向下回落 你不换股的 你去追高的 各位你赶快来找我 我带你换到底部 刚开始起涨 有大户进驻的股票 那在股票市场里面 要赚钱就非常简单 把不对的股票 换到了对的股票上面 你就可以赚钱了 避开风险 拥有获利 就是股票市场 你该做的事情 需要帮忙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各位 你不是一个人 你有我鬼谷子 我背后还有 很强大的研究团队 我们是一家人 欢迎加入鬼谷们 导播进广告 每一次只要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都会有新的人去赚到一批新的钱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机会 过往没有赚到的 过往操作不顺利的 都不重要 因为都过去了 你说鬼谷子 在今年上半年 我看到你赚了好多的股票 散热的双红 奇红 板卡的利台 重电视君子 还有机器人的索罗门跟罗生门 你赚得超级愉快的 没有赚到怎么会觉得没关系呢 各位如果你能够改变过去 你能够回到半个月前 不用半个月前 你能够回到昨天的话 那这一切就有意义 但是如果不能呢 那就让它去吧 各位我们展望未来比较重要 过往虽然没有得到 至少你也有学到 不管做得好或者是坏 那都是你的经验值 重点把未来的眼光 放在下一档的股票就好了 我们过去没赚到的 没关系 未来的股票你要掌握住 你千万不要过往 没赚到没关系 未来没赚到又没关系 各位你猜猜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从人类一出生到死亡的时候 你觉得能够活几天 几天哦 现在是通膨蛮严重的时候 你说一百万跟过往有一样吗 小的时候一碗牛肉面 才是五十块钱 现在两百块 小的时候大概一个硬币 再十块钱 十块啦 一个非常大的硬币 是十块钱 现在的十块钱 几乎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吧 好 那一百万 如果有十 一百万 你觉得多吗 一点也不多吧 对不对 即便到了一千万好了啦 现在房子随随便便都超过一千万 那你猜人一辈子能够活几天 会活不到三万天 活不到三万天 你一天花个一块钱 三万块 很快就没了 但人啊 如果你要活到大概八十岁的话 可以活两万八千多天 所以每一天都很重要 过往过了就过了 未来的每一天都很重要 未来的每一档个股 我鬼骨子都要你好好的赚起来 3265的台新科 第一档跟你分享 然后开始网上狂飙 全国所有家族成员 你就把它赚起来嘛 我们相对高档 减码了一趟 今天全部把它干掉做肥料 我不觉得它涨完了 但我有更好的股票准备要进场 所以这档个股 我们赚到了之后 就把它给获利出清了 那3406的郁金光呢 你看 第一档买一路往上狂飙 到了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不就是苹果光吗 好 时间不够了 PA的 PA你不用想太多先续报 2352的加 加是打 来到了低点 这种股票你要不要注意 跟4919的新糖 软糖会不会变成硬糖呢 之前跟你讲过它的基本面 这支 非常的磨 非常非常的磨 我们来看这里 哇 它已经磨了几个月 1 2 3 但是你想 它只是磨三个月吗 不对 它磨多久了 至少超过一年 但是股票就是这个样子 股票呢 如果不会涨 未来很烂 它早就跌了啦 它有跌到起涨点吗 没有哦 它的上半年很烂 但它的下半年会开始变好 所以这边在干嘛 有人在买呀 那你去看它今天 慢慢在垫高哦 各位智团个股慢慢在垫高 所以软糖原本的新糖很 不会动嘛 像软糖一样 你猜它未来会不会变成 很好吃硬邦邦的硬糖呢 我这边还是持续看好它 我就是这样子 我看好的股票 哪怕它没涨 哪怕它洗那么久 我还是看好它 因为洗越久 未来爆发的力道就会越强 时间不够了 跟你讲一下9922 21的巨大 时间不够了 来 做结尾吧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伴君行万里 我是金龙鬼姑子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